在这些年的时间里 芒果和蓝台之间的竞争 可以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而且两家都是各有输赢 都有自己做到天花板的综艺 比如芒果这两年的 乘风破浪的姐姐 披荆斩棘的哥哥 生生不息 时光阴乐会 在线爱人等等 可以说每一档都是爆款 当然蓝台也同样优秀 王牌对王牌 天赐的声音 青春环游记 奔跑吧 等等都是综艺圈里的霸主 不过在这段时间 蓝台的命运还是相当坎坷的 自从李文事件发生之后 蓝台的招牌综艺 中国好声音就停播了 除此之外 这两天因为Angela Baby 看风马秀的风波持续发酵 以至于蓝台的口碑 真的是一路下滑 按照当下的风向来说 奔跑吧 即将录制的特别记 应该也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蓝台的爆款综艺确实是多 但也经不起这样一连串的事件啊 因为这些事件 很多观众甚至开始无理由 抵制蓝台的任何综艺 这对蓝台来说 真的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这样的影响之下 蓝台想要破局只能放大招了 在综艺圈子里能够扛得起流量的 那也只剩下王牌对王牌了 在每年过年的时候 王牌对王牌就会如约而至 但今年却快到年底了都没有等来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真的很怕这档综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 从过年到现在 可以说每天都有网友在猜测 为什么王牌对王牌还不来 节目是不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停播了呢 直到最近这两天 大家期待的第八季 王牌对王牌终于迎来了官宣 结果和网传的基本上一致 大家莫能等来原班人马 只等来沈腾 华晨宇 关晓彤 宋亚轩 贾玲缺席了 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 看王牌对王牌 主要就是冲住沈腾和贾玲这一对活宝而去的 毕竟沈腾和贾玲两个人的配合实在是太好了 这些年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笑点和名场面 大家经常会说 要是有一天沈腾和贾玲离开了这档综艺 那自己也不会再追了 因为看王牌就是为了快乐 没想到这种事情还真的发生了 但只有贾玲缺席 沈腾还在 看到这样的结果 观众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矛盾的 你说不看吧 节目有沈腾 不看有些可惜 你说看吧 贾玲不在了 笑点势必没有那么多 甚至会有一些尴尬 看到这一季没有贾玲之后 很多观众都开始猜测原因 贾玲为时魔会缺席这一季的王牌呢 甚至有人说是因为蓝台现在的口碑不好导致的 其实从只少了贾玲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档期问题 话说 梧桐做过那魔多的爆款综艺 大家都知道换人对节目的影响 他又何尝不知道呢 这一季的王牌对王牌之所以拖到现在才播出 很显然是梧桐想要聚齐原班人马 可惜最终也没能聚齐 据说贾玲正在拍春节当电影一直拖不开身 要不然这一季的节目早就开播了 对于贾玲缺席的结果 大家确实是有点惋惜的 但也应该抱住乐观的心态 因为这比想象中好多了 既然贾玲只是因为拍系统不出档期 那他就有可能在中间抽时间当飞行嘉宾 一方面可以圆观众的梦 另一方面可以宣传自己的春节当电影 说白了 档期问题比起其他问题是更加容易解决一些的 下一季应该贾玲能回归 大家还是有盼头儿的 当然 华晨宇和关小彤 这两位门面担当能回归 也是让人非常惊喜的 在沈腾和贾玲的带领下 两位在节目中越来越放地开了 有时候也能接几个梗 尤其要说的是关小彤 在这积极的节目中开始逐渐腾化 动不动就能贡献几个非常爆笑的名场面 既然贾玲缺席了 那自然是要有替代她的人 梧桐这次直接找了三个人 分别是沙翼、杨迪、唐嫣 其实这个结果是在很多人意料之中的 毕竟沙翼和杨迪每年都会来 而且当下娱乐圈里的综艺咖 就那磨几个 至于唐嫣 她在梧桐的亲爱的客栈中表现不错 而且座位85后流量花 能给王牌带来的流量也是可观的 整体来说 虽然这一季的嘉宾 阵容没有如了观众的愿 但还是值得一看的 变化不是太大 在这一季节目官宣的同时 其中一位常驻嘉宾 关小彤在毛雪翁中的聊天 也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关小彤的真实 让王牌对王牌疤 刚官宣就被打脸 第一 吐槽 李雪晴问关小彤觉得 王牌对王牌 里面哪个游戏最好玩 关小彤回答说 其实都是那些游戏 你来比划我来猜 什么说反话 正话反说 就其实一样有一些 就每次都换不一样的人玩 看到关小彤的吐槽之后 我真的想说他也太真实了吧 关小彤说出了观众 一直在吐槽的话 王牌对王牌 彻底被打脸 每一季每一期 都是那几样老掉牙的游戏 换汤不换药 就瓶装新酒 这些都是观众 一直以来对王牌的吐槽 虽然大家一直在吐槽 但每次看了之后 依然是非常喜欢的 话说这种东西 观众可以吐槽 真没想到 关小彤 这个常驻嘉宾 都直接吐槽 没有丝毫的掩饰 李雪晴问关小彤 最喜欢哪个游戏 他却说来回就是 那几个换柱丸 从这个回答来看 可以说没有一个 是关小彤喜欢的 真心希望 梧桐在这一季 能有一些突破和挑战 保持经典游戏的同时 来一些创新 哪怕一季节目 有那某两三个新游戏 也是好的 这个问题 每天都有人吐槽 甚至连关小彤 都有点嫌弃了 那为什么 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呢 第二 爆料 李雪晴问关小彤 有没有遇到 过完传声童耳机里 真没声音的 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很多观众都觉得 关小彤会说 都有声音 只是音量 有时候会小一些 没想到 关小彤直接说 遇见过 刚开始录的时候 肯定就是觉得 我要陌生的话 就也假装他有声吧 就是肯定得把这个节目 给他录下去 然后现在就是 陌生要么就演他 就真没声 就真听见了 要么就是实事求是 告诉大家说 这个里边陌生 说完之后 关小彤还又提起了 沈腾问 沙翼耳机里 有没有歌 沙翼回答 说有歌的名场面 实话实说 关小彤 这也太真实了 真的是什么话 都敢往外说 耳机里没有 声音却要装出来 有声音 关小彤这个装 真的是彻底 打了节目组的脸 王牌对王牌 确实是以搞笑为主的 但这样去骗观众 多少还是有些 不太好的吧 再者说了 在每期节目中都会分组比拼 既然比赛就应该公平公正 耳机里没有歌 却假装有 这对对手是不公平的 从关小彤的爆料来看 节目组在设计这个环节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漏洞需要去改进的 现在第八季的节目马上就要开播了 我觉得关小彤吐槽和爆料的事情 还会在节目中发生 当然 有沈腾 沙翼 杨迪 这三位综艺咖在 即便是尴尬 也全都会转化成笑点的 相比几位综艺咖来说 相信很多观众更加期待关小彤 在这一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因为 他的搞笑血脉 已经开始觉醒了 相比于芒果台的综艺节目 浙江卫视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这也导致了很多曾经受欢迎的综艺节目 逐渐走下坡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王牌对王牌 第一季开播以来 一度获得了高达8.5分的评分 但之后每年的评分都在下降 去年的第七季仅有4.7分 与此同时 由于好声音和李文事件的影响 浙江卫视在口碑上 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然而 近日浙江卫视官方宣布 王牌对王牌 将于10月20日回归迎平 原班人马将全员回归 大家期待已久的贾玲和沈腾 也将再度携手合作 不仅如此 华晨宇 关小彤 宋亚轩等常驻嘉宾 也将继续参与节目 此外 还有机位新面孔加入 好声音音的杀艺 演员唐嫣和综艺 卡扬迪将带来更多娱乐效果 虽然 有些观众对缺少贾玲 这个重量级嘉宾表示质疑 但 王牌对王牌 作为一档综艺节目 仍然备受期待 这次的回归 对于沈腾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他需要一部作品 来挽回自己的口碑 因此 这一次的 王牌对王牌 无疑是他重返萤幕的 救命稻草 不过 少了贾玲这个捧跟 这档节目 似乎少了很多看点 在评论区 关于缺少贾玲的争议不断 很多观众认为 沈腾的笑料 只有贾玲才能接得住 没有它 节目的魅力大大减弱 此外 还有观众对粉丝控评的现象 表示不满 认为这样的评论无聊 且缺乏真实客观性 这档节目 本该是观众的乐园 但现在却变成了粉圈自嗨的场所 确实让人失望 最近关小彤的爆料 也引起了一些关注 他透露 在节目录制时 曾遇到耳机没有声音的情况 但为了维持效果 他会假装有声音 这条消息被认为是巨方安排的 并且也表明了年轻偶像们的包袱 如果是沈腾或者贾玲 他们很可能会公开说出来 这也再次凸显了 贾玲在节目中的重要作用 没有她 这个节目的损失是巨大的